今天来到了纽约的西村 然后今天约了一个人来拍城市的人像 然后可以看看大手拍的效果怎么样了吧 我们就拍一张侧脸这个方向 非常好非常好 拍完了第一张 没眨眼了 没眨眼没眨眼 对对对假装我可以拍个半身的样子 还要续地拍一张 不用看我 你可以 我们就来一张不看着我的 你就往这边看 这个角支持很好 对对对 干什么干什么 你不用管他 你就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眼睛可以往这边看 往下看 眼睛往下看一点 对对对 这个糕 coffee 这个不行 这是胶片的 不可以 你可以站在这里类似像等车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 你可以比如说 在这里感觉像等车一样我拍一张 可以稍微往回一点点 背挺直 不要看我头往下一点 一二三 好 你觉得摆得好快 我感觉我还没有准备好一点 我怕被车撞 就坐在这儿吧 稍微坐一下 坐这边 你就坐这边 然后你可以假装看手机 然后在里面的感觉拍了一下 还挺难拍 OK 我们可以拍个假装车的 因为我觉得后面它这里也有一些 紧缺站在石子路上打车 因为它后面有一些灯光 对对对对 看车看出来稍微 对稍微往下收一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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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对着我 再对着我 再对着我 我们可以拍 我看一下 下个网上收一点点 背稍微挺一点点 背稍微挺一点点 一二三 OK 这就是 那可能 这个焦段太 太长了 就是可能 哦 其实它大头 对对 因为后面输了太多了 所以还是要 找一个 就是你 那个背景 稍微近一点 让它能看清 它背景的东西 总体来说呢 第一次拍摄 我觉得效果还是不错 但确实是 拍摄人像的经验比较少 然后有一些手忙脚乱 但整体的话 我觉得胶片拍出来的质感 还是和数码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要是需求效率的话 我觉得还是选数码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